從一卡搭車10分钟的距離 即可到達全南美洲最美的綠洲 Wagachina 現場觀看Wagachina的全貌 清澈乾淨的蟹湖 異國風情的迴廊 以及聳立在湖邊周圍的棕櫚樹 簡直100%還原了電影中的夢幻感 一望無際的沙漠 曾經是一望無際的汪洋 那麼何為永恆呢? 離開了雨林又告別了都市 下一站也是我期待已久的全新關卡 沙漠 Yeah 今天終於要離開利馬了 今天要從利馬出發到 伊卡這個小鎮 然後伊卡有一個很有名的綠洲 就是Wagachina 這就是我的目的地 啊 這是沙漠的城市 所以算是一個全新的地方 然後玩到這邊的時候有一點小感冒 但是並不阻礙我探索沙漠的奧妙 Let's go 來到秘魯沙漠地區最大的城市 伊卡 感受到的是與亞馬遜地區不同的炎熱感 沙漠地區的氣候異常乾燥 雖然沒有雨林地區的草濕悶熱 但卻感覺到身體的水分不斷的流失 不過這些絲毫不影響我興奮的心情 對 那這邊主要想要去的是一個大峽谷 沙漠的峽谷 叫做失落峽谷 然後還有Pagachina 然後還有Sandborning 由於失落的峽谷 位於沙漠地區的偏遠地帶 難以到達 於是我跟隨當地的旅行團 搭車一同前往 探索這片對我來說極其未知的領地 第一次看到這種沙漠的峽谷的山 其實很興奮 然後剛一路上來的時候 就在想 司機要怎麼找到這個地方 因為一望無際看上去都是一片沙丘 就跟電影的沙丘一樣 然後到底要怎麼樣才能找到這個景點 所以就能想像當時 許多慕名而來的人 都因為找他而遺留 所以就變成一絲的山谷 遺失的峽谷這樣 我們一行人進入到峽谷的底部 難以想像眼前景色的真實性 如同身處在電影沙丘一般 尋找傳說中的香料 行走在鳥無人言的沙漠之中 生怕隨時會有沙蟲入侵 這種地貌是沒有建國的 就是黃土、沙 然後它有很多亮晶晶的鹽 這邊很久很久以前 遠古時期這邊都是一片海洋 所以海洋當海洋沒有了之後 那個原來的緣分就會殘留下來 然後那個緣分就跟沙 然後還有雨 就是集結起來 變成一個特殊的礦物質 看完了失落的峽谷 終於迎來此行的重頭戲 從一卡搭車10分鐘的距離即可到達全南美洲最美的綠洲 現場觀看 沙漠的全貌 清澈乾淨的蟹湖 異國風情的迴廊 以及聳立在湖邊周圍的棕櫚樹 簡直100%還原了電影中的夢幻感 耶 我現在的位置已經到了 就是 就是綠洲的正常 所以可以完整的看到整個綠洲 然後我想要再往上爬一點 看看視野會不會更好 YES 我到了 沙漠的米拉洛 非常不建議 大家跑到這邊來 因為超累 累呢 換來的是什麼 就是現在我眼前的景色 在這趟旅行的過程中 有太多地方 跟太多的moment 還有 故事跟經歷都讓我相當的難忘 因為 每一個地方 它都非常的 獨特 沒有特別的機會 是沒有辦法體驗到這些特殊的地貌 我盡可能的把它拍成影片 然後拍照片 我真正 親自來過 用心體會 的那種感覺 真的很感動 令人感動 當我登上了沙漠的至高點 俯瞰整個綠洲的同時 望向眼前看似很近 卻又很遙遠的太陽 心中的感動 難以言喻 很難想像 一位年輕人 來自地球上的一個小島 而現在 竟然一步一腳印的 在世界另一頭的沙土上漫步著 紙巨大城 紙巨大城 感谢观看